大家好 餐快递了 花了一个雪饼 买了一个七米二 多少钱 四百块钱 给你个眼神注意看我的眼神 那是什么 我连夜跑路行不行 那是什么 哦 这都是画上的 之前答应我说我不买我不买 结果呢 看一下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 现在这钓的草鱼就要入泥了 一开始我就让你不要入这个坑 你非要去入 看这一堆快递 那是钩子 这个圆的也不是什么东西 这个支架 我昨天我说我去拿快递 我本来就两个快递 结果我让小女儿进去拿 他拿了一堆还快递老板拿出来 我说什么情况 他说都是你老公买的 惊呆了 这个颜色好看的 检查一下 嫩蜜子 怎么没写天宇邓钢啊 写了 你买的是那个邓钢的 啊 弄尖鱼啊 嗯 你是第一次买这么贵的鱼干吗 对 好好检查一下 看得这么认真 你好久没有这样看过我了耶 我看一样 嗯 我看一样 我看一样 嗯 好长 甩一下 甩一下 这有七米吗 不知道耶 怎么样手感 如何 还要钓到鱼室才好 去挂一条鱼在上面试一下 你能不能拖过来 不用挂 改天选个日子啊 好日期开开好光啊 嗯 哎 今天 今天在农里里的 十四 明天十五 十六去 我觉得你的眼神里满满的都透露着 喜欢 啊 不容易人生中买个这么干的 是吧 这成功的路坑呢 啊 关键就是 吃腻了 关键的人就关键的就是 眼睛盯着那个 飘着那个鱼 然后鸡干的那样 那个鱼你可以拿去换点钱回来吗 或者换点啥回来吗 像我也要买个桶啊 像这个鱼 我们要把它摘一下去摘一下 然后去卖 卖掉 对啊 拿回来吃吃不完 有什么用 我钓的多 你去摆地摊啊 可以啊 好 好 那我卖完 卖的钱就回你哈 这里面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 嗯 从开始的 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一个那杆子到现在还 搞得这什么都齐了 你这是一 你这是叫什么 你这是放长线钓大鱼 知道 慢慢的在我边缘试探 啊 嗯 咱也有了 现在还没开刹 现在这个好的杆子也有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就 接下来就要干嘛 告诉我 就我是 我是不懂这些 接下来就带着去摆地摊里 哈哈 哈哈 希望啊 嗯 这个 这个是干嘛 这个应该是绑在那个 你确定啊 不滑水 是啊 我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看 绑好了 哎呦好热 这个估计绑 绑到一两天 收到水了 就会 估计会散 一般都不一样 来了就装饰一下哈 几百块钱的鱼干 说买就买了 我下次我要自己安排一个几百块钱的口红 几百块钱的口红 几百块钱的口红 你帮我安排吗 五周章就安排了 你看看 是很磨色的 长这么大没用过 起开 真的这个是 买皮肝送口红 涂得跟鲤鱼一样的嘴巴 走开 这个就是支架 买了一个又粗又硬的支架 三米长 花雕76 三斤岁 把这两个捡起来 收起来到时候可以卖破烂 可以卖五毛钱 拿走 哎呦 越来越有那个大佬的风范咯 这根支架三米 这根支架好硬 这么长三米长 三米长 哈哈哈哈 哦 搞得我自己都忘了 这是什么 是钩子 这是钓什么这么大的钩子 这不会大哈 今天哪儿也大的 这个 大吗 十多号台 应该不大 贵吗 十多块钱吧 还是二十多块钱 忘了 反正总共加起来 差不多 发了五百块钱 五百 快要六百块钱 这个就是现板一个 包装的这么好吗 你还敢看我吗 嗯 你敢看我吗 怕不怕 心虚吗 哦 高档次的 这什么 线 对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垃圾飞品 你的那句我是真不懂哦 这个又是什么 这是 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 电池 这就是干嘛 电池 夜光电池 没兴趣 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好几天没看到你的 天天早上四五点就出去钓鱼 晚上又钓了半夜回来 几天了 两三天没看到过你的 两三天没看到 你不会想我 我还 我还不是为了想拿两条鱼来 你为什么无视我的问题呢 嗯好仔细 你看 哈哈 这问题不好意思了吗 不好意思 哈哈 啊 已经装包了啊 改天 哎呀 我明天明天不去啊 选十六号的日子 我们去挑战一下啊 希望能开张 嗯 给你的好消息啊 我要准备进去摆摊呢 哈哈 对 我钓到鱼你继续摆摊 嗯 我钓到鱼你继续摆摊 哈哈哈